五年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斯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 他们自愿接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委托 在中共的阻挠下,通过多方数据的比对和调查访谈 收集了52项证据,出版写新的火灾器官一书 人权律师表示,这本书中文版发行后 陆克来台湾将更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 中国政府拒绝两人的入境调查申请 他们只能多方引用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比对调查访谈 收集了52项证据,写出写新的活摘报告 两位大卫以这个星球前所未见的邪恶 形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根据2008年美国国务院国家报告记载 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内的囚犯估计有25万人 2006年3月,多位证人指证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牟利 并设置焚尸炉毁尸灭机 一个月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宣布成立 英文简称CIPFG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自愿接受委托 展开切而不舍的调查工作 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台湾来说 对很多人过去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真相 那我觉得两位大卫的这个书出来 这个真相本身至少让很多主张者 他们有更有根据可以去告诉大家说发生什么事 目前其实能够调查是有限的 具体成就也就两位David的这本报告书 当然可喜的事情变成中文 我想首先在台湾就可以用比较好的方法 让更多人看到这样的调查报告 2006年在火灾器官被首度公开后 全台湾有11个县市通过人权议案 谴责并呼吁国际制止中共火灾器官暴行 2011年写新的火灾器官中一本发行 两位大卫三度来台揭露中共写新真相 也为两岸华人此刻的频繁交往 提供关键思考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张明竹台湾特别报道 华人亚特别告写新权